记者进入机器人乐园 没想到那里正在复制真人 意图颠覆世界 今天先为大家带来经典科幻片 未来世界 故事承接自影片西部世界 在西部世界中 机器人失去控制 杀害了无数前往德洛斯乐园的游客 德洛斯也因此被关停 但是三年之后呢 这个项目却被重启了 德洛斯再次迎来新的故事 男主角查克是一名记者 这天他接到一通举报电话 举报者声称他拥有一些 关于德洛斯的秘密资料 两人约定好见面地点 但是当查克赶到现场时 却发现举报者已经重担身亡 查克带着重重疑虑 来到了德洛斯乐园的记者发布会 同样是记者的女主角崔西也在那 公司主管声称 他们已经重新设计了德洛斯的机器人 这一次德洛斯将拥有绝对的安全 主管希望查克和崔西这些媒体人士 能帮忙宣传重启的德洛斯 之后两人便按照公司的安排 来到了德洛斯乐园新开的园区 太空世界 查克开始暗中探访 德洛斯乐园的真实状况 他拿出举报者的照片 询问九宝机器人是否认识死者 九宝说他并不认识 之后查克故意将九宝照片落在了吧台 没过一会儿查克就返回吧台 问九宝要他的照片 但是九宝却说 他已经将照片还给了查克 很明显 这个九宝机器人是懂得说谎的 之后主管教两人带到了园区控制室 那里工作人员正在严密操控着园区内发生的一切 查克让崔西使出美人际勾引员工 但是却发现这些员工却对美色毫无兴趣 这时博士站出来向两人解释的原因 原来控制室的工作人员也是机器人 他们发现上次的事故正是因为人类员工的疏忽所致 所以这次他们将控制人员全部换成了机器人 查克仍不死心 他来到曾经发生过事故的西部世界 却发现那里早已荒废 没有任何异常 于是只好返回了酒店 就在这天晚上 事情有了变化 博士命令员工更换了几位重要游客的食物 将几人迷晕了过去 之后又派出工作人员 采集了昏迷游客的各项身体数据 然后将游客又送回了园区 似乎有什么阴谋正在暗中展开 下半夜 崔西从噩梦中惊醒 正巧查克准备继续出门暗访 崔西便和查克一起出了门 两人来到控制室 不知死活的打开了控制机器 很快机器里面生成了三个武士 开始追杀两人 眼看两人就要隔屁 正是工程师哈利及时出现 救下了两人 两人希望哈利能帮助他们戳穿德沃斯的谎言 但是还没等哈利爆料内幕 博士就带人找了过来 他静着两人和哈利接触 两人只好先回到了酒店 第二天呢 主管带两人去参观公司最新的黑科技 梦境扫描仪 这是一种能将梦境可视化的机器 崔西亲自体验了这种机器 他梦见了自己 遇到了西部世界里的杀人牛仔 之后他一路奔逃 却被一群红衣人抓了起来 这时牛仔赶了过来 他干掉一票红衣人 救下了崔西 之后场景一换 崔西和牛仔来到闺房 开始忘情热闻 就在这时 崔西醒了过来 显示器上的影像也就此消失 查克趁着主管去找崔西的关头 偷偷溜去了哈利呢 哈利也知道德洛斯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但是究竟是什么 他也不清楚 他带着查克来到了控制室里的禁地 在那里两人盗取了禁地的密码 但是却发现 依旧无法打开禁地大门 就在两人一手莫展之时 查克的一句无心之言 却点醒了哈利 哈利意识到大门的钥匙 除了密码 还需要眼睛识别 于是哈利偷袭了机器人看锁 并取下了他的机器脸 之后 查克 崔西 哈利 一行三人来到了禁地 通过眼睛识别 三人终于进到了禁地里头 在那里 他们终于发现了公司阴谋 原来公司将很多社会精英 骗到德洛斯乐园 然后暗中提取他们的身体数据 制造出了他们的复制人 其中就包括查克和崔西的复制人 制造复制人的目的 很明显是想控制世界 发现秘密的三人 打算赶紧离开德洛斯 查克回到酒店 给同事打电话 然而这时主管 却拿着枪找了过来 他知道三人发现了德洛斯的秘密 于是便打算杀人灭口 就在主管和查克废话的时候 崔西却从楼上袭击了主管 查克趁机和主管扭打在一起 崔西捡起掉在一旁的手枪 送主管领了盒饭 这时他们才发现原来主管 竟然也是一个机器人 另一边哈利收拾好行李 正打算和两人会合 这时查克冒了出来 就在两人前行的时候 查克却突然拔刀 送哈利领了盒饭 原来这个查克居然是一个复制人 这时真人查克也赶了过来 复制查克发现了真人查克的行踪 开始追杀查克 一直追到了半空中的铁桥上 两人一番扭打 最后真人查克终于将复制人 推下了铁桥 查克来到约好的地点和崔西会合 但是他不知道眼前这个崔西是真是假 于是他吻了上去 终于确认眼前这位是真人崔西 之后呢 两人便随着游客一道离开德洛斯 此时博士正在门口守着 博士上前试探两人身份 两人假装自己是复制人 成功逃了出去 等到博士发现自己弄错身份之时 早已无法追上 德洛斯的阴谋也随之曝光出来 但是两人真的能阻止 德洛斯向现实世界扩张吗 从影片中的人物举止来看 博士这个人物应该也是机器人 但是查克和崔西似乎并没有发觉 也就是说 影片里的机器人技术 已经达到了图灵测试的标准 人们无法再成功区分真人和机器人 而现实世界究竟已经有了多少这样的机器人 我们不得而知 或许这样的机器人已经生活在我们的周围 或许我们自己就是一台图灵机器人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这里是科幻战舰 要是喜欢新兴的解说 就点赞关注一下吧 请不吝点赞关注一下